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 从耶里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他就是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 他一听说那是纳萨勒人耶稣 就喊说 耶稣达威之子可怜我吧 许多人择指他 叫他不要作声 他却更大声喊叫说 达威之子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 放心吧起来 他叫你呢 瞎子就扔掉外衣 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 耶稣对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瞎子说 老师请让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瞎子就立刻重见光明 跟着耶稣一道去了 一声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请大家坐下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常年期第三日主日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寄述了一段相遇 就是虾子和耶稣的相遇 今天想邀请大家 进入一个场景当中 就是虾子巴尔提马 大声喊叫耶稣说 八位之子可怜我吧 那令他惊讶的 他说 他听说耶稣 要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很 做了三个动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三个动作 扔掉外衣 跳起来 然后走到耶稣跟前 他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扔掉外衣 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特别是虾子 脖子 瘸子 这些贫困的人 这些穷苦的人 外衣是他唯一的财产 他扔掉外衣 就代表他要 扔掉他所有的一切 他抛弃一切 这表示他要重新 跟随耶稣 他想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所以这个动作就象征 他要扔掉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个外衣呢 是让他保持温暖 安慰他 或者说帮助他 获取这些施舍的 一件财物 他停止 他没有犹豫 就是一下就把这个外衣 就扔掉 抛在一边 因为他知道 耶稣给他的 是他在未来的 在这个生活当中 所不能拥有的 所以他想开始 新的这种生活 很想 他需要多大的决心 以前他靠这件外衣 来得到别人的施舍 得到朋友的帮助 但现在呢 他如果扔掉外衣 那就再没有这个帮助了 他要自己去工作 自己去生活 自己去养活自己 不再去靠这些施舍 所以这个决心非常大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 在哥文巴拉洋bike 也有 就是手机 Misa Misa Protana 一个神父 叫Stefan 他的 叫什么 Moto 是不是 就是他 圣神父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哎呀 我下次想不起来 中文叫什么 其实他这个 话 就说 在路上不要带东西 意思就是 他不要带任何东西 他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在 他工作了 服务了 三个多月的时间 来的时候 带了一个箱子 但他走的时候 带了三个箱子 所以对他这个话 我们就感到很有意思 但是反省过来 耶稣的话 你不要带太多的东西 在路上 你唯一要信靠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当然也 另外一层意思 因为 他知道 教友们会 爱我们 教友们会照顾我们 会帮助我们 你来的时候 你带的东西 不要带太多 他走的时候 教友们会给你很多 这是天主 对你的一种赏赐 对你工作的 一种赏报 所以 他 瞎子 花儿地满 在今天 第一个动作 就是扔掉外衣 扔掉他 所有的一切 他的目的 就是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要跟随主耶稣基督 去开始性的生活 那他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跳起来 这个跳起来 就是他内心的一种表现 因为他很高兴 所以他 他跳起来 对瞎子来说 跳起来很难 瞎子一般就是走路 对不对 因为瞎子跳起来 你跳的 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 你跳起来 万一伤着了怎么办 但是他心里很高兴 所以他跳起来 欢喜地跳起来 他毫不犹豫 或者充满恐惧 他庆祝耶稣基督 招教他的这个事实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巴尔蒂满 虽然他的身体残疾 虽然他看不见 但是他内心的喜乐 去通过他外在的动作 表现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都被招教 开始一种新的生命 等我们灵洗之后 就已经有了一种新的生命 我们要像这个巴尔蒂满一样 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 遇到困难的时候 处到这个绝境的时候 更是我们基督徒 表达自己信的的一种时刻 小东方吉克常常提醒我们 基督徒要有基督徒内在的 这种喜乐的精神 你要表现出来 让别人看到 如果我们的生活 就是每天愁眉苦脸的 别人看到 他也不会想要去 加入我们这个教会 当然这种喜乐 是由内心发出来的 前几周去Floris 去Routan 去拜访我们的圣生会 对圣神永导会的修女 粉色的修女 她们衣服是粉色的 我们称她们Pink Sister 她们非常喜乐 当你遇到她们的时候 看见她们的时候 她们的笑容 就像天使一样 就是由内发出来的这个笑容 这种笑容很吸引人 好多教友们去 请她们带导 去拜访她们 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想从她们身上 看到天主的面容 一个内心纯净的人 一个内心纯正的人 她的身上带有天主的荣耀 每个人可以从她的身上 看到天主 以前的老神父们 走在这个路上 即使是外教人 她一看到这个人 她就知道这是一个神父 这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 假如我走在路上 肯定没有人能认出来 如果我不穿神父的衣服 没有人认出来 我是神父 所以我们现在 跟以前的这个神父 相差很远 另外一个就是在 这个德行上面 跟他们真的相差很远 他们的外在 就已经把内在的这个精神 给生活出来了 这是我们需要 现代人需要拥有的 也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学习的 应该有的 你要把你内在的这个喜乐 表现出来 让外人看到 你是一个充满天主喜乐的人 这是巴尔提曼 他第二个动作 带给我们的启示 那第三个动作呢 走到耶稣跟前 就是在希腊文当中 他是跑到耶稣跟前 就是这个 你瞎子跑起来 他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他跑起来 这当然是一种 就马尔谷福音 他技术的一种寓意 另外一个就是 巴尔提曼 他通过这个动作 来向我们展示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不该是被动的 他要是主动的 他要去走向耶稣 一个主动寻找 耶稣的人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只是 等着耶稣去叫我们 那这个被动的心 即使耶稣叫你多少次 你也不会听见 就是我们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对吧 他不想醒 他不想去主动找耶稣 那你永远没有 这个主动的精神的话 那你只是在这被动 等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才能完全地 睁开自己的眼睛 看到主耶稣基督 所以 巴尔提曼 他跑向耶稣 立刻反映过来 因为耶稣有能力 去改变他的这个生命 他在提醒我们 耶稣的招教 就是当下 就是现在 我们不要去等 不要等自己成为 完美的时候 我们再去跟耶稣相遇 耶稣邀请我们 任何时候都去接近他 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 还不那么完善的时候 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他已经招教我们 当我们还未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招教了我们 所以 借着今天 巴尔提曼 他的这三个动作 给我们的启发 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打开自己 灵性的眼睛 然后在身边的人身上 看到主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 能够更喜乐地 去奔向耶稣 去追随耶稣 做他真正的门徒 愿天主 祥福大家 阿们 优优独播放